说到这里冯雪哈哈大笑 看着张家都是不屑 他说那几个黑人也是他安排的 骗张家的 张家被几个黑人轮番上阵 折磨得不成样子 张家也是这种时候才发现 自己掏心掏肺的闺蜜 竟然是给他设了一个局 所以他就将就再演了一出戏 骗我筹钱 我气得眼睛通红 张家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原来身边的人竟是这副面孔 我和张家的生活也被冯雪毁了 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可我很疑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待我们 下一秒他这看张家怒吼 张家这是你自找的 你总是在我面前炫耀自己过得有多好有多好 找了个很好的老公 可张家你明知道我过得不好 才和男朋友分手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原来如此 因为极度之心 设了这么大一个局 说完他嗡狠狠地看着我和张家 安分点 过两天我就把你们送去卖器官那里 我气得快爆炸 他妈的 骗钱骗人最后连我们的器官都不放过 冯雪真的走火入魔了 他和几个黑人走后 我拼命地挣扎着 可无济于事 一瞬间整个屋子安静了下来 张家看着我眼里都是回忆 他努力地想把头靠在我的怀里 可我躲了一下身子 他落空了 是的 我嫌弃他 我的反应让他身子都僵住了 他眼睛里突然没了光 他不再向我靠近 坐在一边 晚上一个黑人给我们送饭 这才撕开了我们的胶带 胶带被贴太久 一下子撕开疼的我倒出一口气 可张家没有任何反应 我这才看清了他脸上都是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这是黑人松绑了我们的手 快点吃 只有十分钟 黑人说完站在门口等我们吃完 我饿得难受端起那碗粥一下就喝光了 张家缩在角落里没有打算吃饭 我想起了刚才的行为 我那可能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于是我主动端起粥给他胃 他这才喝了一些下去 他看着我眼泪又滑落了出来 安慰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他这句话让我走了神 我想起了他所做的一切 虽然是我知道他被缝血骗的 但我也接受不了他那样的行为 我犹豫了没有说一句话 下一秒他笑了 我知道了 我依旧没有说一句话 我现在只想活着出去就好 其他的出去再说吧 很快黑人再次走了进来 把我的手重新绑了起来 绑张家的时候 张家一把摸住他的手 凑上前咬了一下黑人的耳朵 哥哥我想陪陪你 可以带我去另外一个房间吗 听到这话我几乎是立马狂吼出声 张家 你个贱人 我的眼泪流了满面 可张家没有看我一眼 那个黑人被他挑逗成功 猥琐地笑着把他拖了出去 我拼命地挣扎着爬过去 可没有办法阻拦 没过多久我听到了隔壁传来的女生还有男人的嬉笑声 我气得用头撞墙狠狠地把张家送我的手表在墙上砸碎 表盘的玻璃一下碎了 还有玻璃落在我的手上 可能是老天一不想看着我就这样死去吧 我一边听着隔壁恶心的声音一边用玻璃割断绳子 绳子割断的那一刻 旁边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我以为是他们完事了 可等了很久我都没听到黑人过来的声音 我正脱身上的绳子刚想跑出去就看到了冯雪 他的脸色不太好 拿着一把匕首迅速打开门 将我一把扯过把刀抵在我的脖子上 他妈的 我真是低估张家了 我正疑惑怎么回事 外面突然来了一群警察用枪对着我们 冯雪将我拖着走出去 他的匕首已经有些搁进了我的皮肤 我感觉疼痛袭来 放我走 不然我就把他给杀了 冯雪大吼一句 一个警察让他冷静 在他们沟通之时我一把抓住冯雪的手 他的匕首也应声落地 我将他反手按在地上 他很聪明 但他低估了男人的力气 警察立马上来将他给烤住 将他带走 我立马跑到旁边的房间找张家 眼前的一幕让我差点摔了 张家死了 手里拿着一块石头上面带着血 黑人也死在他旁边 旁边落着一部手机 他正死不明目地看着我 我眼泪一下喷涌而出 崩溃的腿都软了拼尽力气爬过去 声音都在颤抖 家 家 老婆你醒醒 别吓我 可张家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警察进来让我先出去 我被两个警察扶着出去了 警察处理完一切 把几个黑人也逮捕了 我和警察到了警局 很快变出了死亡结果 张家是窒息而亡也就是被掐死的 生前还有被人侵犯的痕迹 那个黑人是被张家砸死的 报警电话是张家打的 他用他的生命换了我活命的机会 此刻我只觉得好后悔 至少那一瞬间我不该躲开他的 我抱着头崩溃大哭 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 很快冯雪被判了死刑 几个黑人被一送回美国执行死刑 警察告诉我 冯雪私自在幼儿园地下开了不合法的私人会所 开了三年骗了无数的人和钱财 还和走私人体器官的贩子合作 手里烂了很多人命 如果不是张家报警 我们也会被摘住器官 我心如同被人狠狠给撕开 好疼好疼 给张家收尸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他 我怕他怪我 我颤抖着泪水落在白布上 我只能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对不起 家家 冯雪直行死刑的那天要求见我一面 看到我他脸上毫无悔意 依旧是那副不屑的模样 他说张家真是傻 为了你丢了命 听到这话我只感觉被人挑起了伤心事 一拳砸在台上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的事 下一秒他笑着 告诉我张家其实一开始挣钱就是为了我 为了给我买那块手表 但到后面还想给我买房子 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子很小 还想给我买好车 因为我在公司总是被人看不起 所以张家才一步一步踏上了不归路 冯雪说告诉我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余生在悔恨中度过 说完他便离开了 当天他便被执行了死刑 冯雪也成功了 现在的我后悔不已 我只想杀了自己 我给张家办了葬礼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 他的父母哭得撕心掠肺 一个劲的打我怪我没有照顾好他们的女儿 我默默地忍受着 我确实做错了 办完葬礼 我和张家告别 警察也在这时告诉我钱已经全部追回来了 我拿着钱把张家借的钱还清 把我父母的钱还清 还拿出一部分做了慈善君给了大山里的孩子 就当是为张家下辈子转世投胎求个好人家 张家 我只想对你说我对不起你 如果我能找到逆转时间的公式 我一定会把你从那里救出来 但一切都晚了 此刻我只想着折磨张家 咬了咬牙拿出卡给他们刷 他们拿到钱满意地笑了 很快到了第二场轮到他们上场 张家累得满脸通红 大汗淋漓 碰碰车还在不断地推着他一上一下的 此刻我内心直作呕 只感觉想吐 我手捏紧了拳头 看着场上的黑人 张家 别怪我心狠 这是你自找的 很快比赛开始 几个黑人果然猛烈地攻击张家 张家不明所以 连连求饶 可黑人根本不给他机会 一个接一个地撞他 他毫无还击之力 此刻大家看得兴奋都在鼓掌大叫 我也看得心里暗爽 这钱花的就是指 张家 谁叫你背叛我呢 几个黑人的车技很熟练 张家的声音都叫得嘶哑了 现场的人一个劲的叫继续继续 几个黑人操控车身对张家发出最后一击 下一秒张家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上 晕了过去 很快张家被几个男人抬下场 剩下的女人继续最后的比赛 算是报复了张家 我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 张家晕了我也回家了 回到家我立马准备好了离婚协议 打算等他回来就和他离婚 因为我无法接受自己的女人去做这种事 但张家一夜未归 他发消息告诉我过几天才回来 想到那天对他的折磨 我猜想他应该在医院 毕竟他当时都晕了 可我只觉得他活该 第三天张家回来了 面色疲惫 脸上还有一些伤 他受了好多 整个人都摇摇一坠 看到我他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递给我一个袋子 阿伟 今天是你生日 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眼里都是诧异 他怎么还记得我生日 看到袋子上的楼口 我发现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手表 但因为很贵我一直都没入手 看到我一直没说话 张家打开替我戴上了那块手表 生日快乐 他看着我眼睛里都是泪水 泪水滴在了我手上 炙热又迅速冰冷 此刻我犹豫了 那句我们离婚吧 我没有说出口 谢谢佳佳 我努力地扯出笑容 难道张家背后有苦衷吗 晚上我们各自躺在床的一边 一句话都没有说 想到床头抽屉的离婚协议 我到头边的话咽了一次又一次 张家背对着我躺着没有任何反应 今天晚上他异常地乖巧 不像之前像个八爪鱼一样缠在我身上 我内心莫名地有些难受 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 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和他提离婚 可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我一拳狠狠地砸在床头 果然不能心软 他肯定又去了那个地方 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一条扣款短信 显示银行卡被扣了20万 这是我和张家存钱的卡 银行卡绑定在他的手机上 但手机号是我的 我们以前就约定过不会动这笔钱 里面刚好只有20万 现在全部被他用光了 我恼怒地跑到了上次的地方 果不其然发现张家又在碰碰车上面 全场一片哗然 在场大半的男人都押了张家赢 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 一个哥们告诉我 快押张家 绝对能赚钱 自从上次他惨败以后 一直都在赢 这娘们太能坚持了 此刻我脑子里只有张家恶心的样子 我彻底心寒了 眼里的光暗了下去 看着车厂里的张家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这次我不会再心软了 我离开了这个宁人作偶的地方 回到家拿出离婚协议在沙发上 我等了张家一夜 可他没有回来 这时我接到了电话 是贷款中心的先生一号 张家是你的妻子吗 他在我们这次贷款了五十万 已经逾期了 请尽快还清 听到这里我手机都掉在了地上 电话里的工作人员声音不断传来 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张家在干什么 花这么多钱到那个地方 存款拿完 还借了五十万 我气得浑身发抖 使劲按了按太阳学 我捡起手机挂断了电话 给张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 却都是无人接听 我内心阴阴感觉有些不好 但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这是冯雪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她说 安伟 家家出事了 她欠了会所很多钱 现在急取五十万 不然家家就没了 我立马打了电话过去 冯雪接通后大哭着 好像还有什么人在威胁她 很嘈杂 阿伟 家家快被打死了 快筹钱 说完她像是被人捂住了嘴巴 电话也随之挂断 我崩溃地抱住头大后 狠狠地将茶器上所有的东西扫在地上 我为什么要去救她 她背叛了我 是死是活和我有什么关系 壳下一秒脑海里像是有个小人怂恿着我 她说张家毕竟是自己的妻子 如果不就可能就永别了 我内心不断地挣扎 最终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可能是出于结婚这么久以来的最后一丝感情吧 我起身去借钱救她 但我没有五十万 卡里的钱也被张家给用完了 我挨个找朋友用尽了所有办法 也只凑到了四十万 情急之下我给父母打了电话 我告诉他们家家出事了 还差十万赎金 他们想都没想立马赚了十万给我让我快去救她 这一刻我什么都没想 只想着把她救出来 我提着钱再次到了那个宁我悲伤的地方 今天会所里面没有人 安静的吓人 张家和冯雪全身被捆着扔在台上 他们的嘴巴被交代封住了 张家看到我他拼命地摇头 我刚走过去 就看到几个黑人走了出来 是上次那几个黑人 那个为首的冲我笑着 果然手信用啊 把钱拿过来吧 我提着钱走了过去 刚把钱递给他 下一秒我感觉后脑勺一腾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被绑了起来 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嘴巴也被贴了胶带 旁边的张家不断发出呜呜声 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努力向他靠近仕途能够带给他一丝安慰 这时突然有人打开了门 首先进来的是那几个黑人 最后则是冯雪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会是他 下一秒他吃笑一声上前抬起我的下巴 真是傻啊 张家努力地扭动身子流出了眼泪 可下一秒却被冯雪狠狠打了一巴掌 放心 过两天就可以送你们上黄泉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我死死盯着他发出呜呜声 冯雪像是看出了我的想法 轻轻拍拍我的脸蛋 很好奇这一切是吗 行 我告诉你就当是满足你死前最后一个愿望 他说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 他以赚钱的名义骗张家上套 带张家玩碰碰车的也是他 一开始先让张家上去玩 告诉他坚持到最后就能拿到十万 他说这娘们挺能坚持 拿了第一笔钱 但这只是才开始而已 后来张家如同上瘾了一般每天都要去 赢的钱也一把又一把 即使是身体溃烂 他也要继续 因为人在钱的面前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他说张家告诉他要挣好多钱买大房子 后来他是故意让张家回来那么晚的 这样就能让我怀疑 让我发现 果不其然我上钩了 他一直都知道我在跟踪 所以故意派黑人手下给我引路 我也成功地进了这个骗局 保安包括门口的女人都是他安排好的 就是为了骗我和张家的钱 所以我进去后 他便派黑人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服务 而我在那种时候看到自己的老婆做那种事 一气之下这钱是绝对会花出去的 所以如他所愿我花了 张家也因为我惨败比赛 比赛输了需要赔奖金是我双倍的钱 那一场的奖金是二十万 张家输了赔了四十万 身体也被折磨得不行了 还住了院 他说张家竟然还要求着要参加碰碰车比赛 为了让张家多数点钱 他答应了先让张家赢了好几场 张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拿到钱第一件事竟然是去买手表 冯雪说他只觉得可笑至极 拿着那种钱给老公买礼物 后来他又骗张家最近有一场比赛 奖金是一百万 但需要七十万的报名费 张家一下就被钱迷了眼睛 拿了存款二十万还在网上贷款凑够了七十万 但那一场比赛他派人让张家输得彻彻底底 那场比赛需要赔二百万 除去报名费也还有一百三十万 张家一下慌了神没有钱赔 这时几个黑人看上了他的身体 表示赔他们玩玩就可以拿出这笔钱 张家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依旧那副疲惫的模样 这次甚至全身都湿噜噜的 身上还散发出一股腥味 让我有些作呕 看到我他眼神躲闪了一下 迅速跑进了厕所洗澡 他最近都变得很奇怪 所以我在白天就提前在厕所安好了监控 就是为了看他在厕所里干嘛 拔开手机监控屏幕就看到张家在脱衣服 他的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 一缕一缕的贴在脸上 脱下湿噜噜的贴身衣物和衣服随意的扔在洗手台上 我看他捏紧了拳头 妈的 这女人到底背着我干什么去了 此刻他拿起手机给一个人发语音 明天的位置给我留好哟 声音妩媚又勾人 我很疑惑什么位置 打牌吗 张家从来没在我面前这样发焦过 而且最近他变得特别反常 以前他每天回来都缠着我和我做那种事 而最近他就像出去找鸭子了一样 回来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洗完澡倒头就睡觉 但我虽然怀疑他 可找不到任何证据 所以我才安装了监控 但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所以我决定和他好好谈谈这件事 他裹着玉金刚打开门 我就喊住了他 家家 我想和你聊聊 听到我的声音 他有些诧异 不过很快又对着我露出甜甜的笑容 怎么了 收着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此刻他身上没有了那股腥味 只有沐浴露的果香 你为什么每天回来都大汗淋漓的 是去运动了吗 我死死凝视着他 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 听到我这话他立马笑出了声 扑进我的怀里 我只是和冯雪去玩碰碰车了 听到他的话 我下意识以为他说的是游乐园的碰碰车 冯雪是他的闺蜜 可我记得那个女人在夜场上班 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能带他去玩碰碰车 出神之际张家打了个哈欠 阿伟 我先去休息了 没等我说什么他便进了房间 可我依旧怀疑这件事有问题 我想起刚才张家在厕所里打电话说明天还要出去 所以我决定跟踪他 张家很早就起了床 化了妆穿了漂亮的小裙子 临走前他在我脸上巴唧一口 阿伟 我和小雪玩去了 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说完便出门了 立马我也下楼跟了上去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在门口等他 我一眼认出那是冯雪的车 张家刚上车那辆奔驰便急迟飞了出去 我也急忙喊了辆出租车跟着他们 打开手机地图 我发现他们走的那条路根本不是去游乐园的 因为游乐园在后边那条路 那他们到底是去哪里玩碰碰车 很快冯雪的车停在一所贵族幼儿园门口 这让我更加疑惑了 我和张家没有孩子 冯雪也没有孩子 他们来幼儿园干嘛 突然这时我看到他们给保安打了个招呼 然后开进了地下室 住座车不能进去 我只能下了车 刚准备进去 却被保安拦住了 你干什么的 我和刚才那辆车是一起的 上面有一个是我老婆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 很明显保安不吃我这套 凶巴巴地看着我 陌生人不让进 随即便赶我走 我吃了闭门更可依旧不甘心 这是一辆鲜红的法拉利开了过来 里面都是高大魁梧的黑人 车主塞了一把现金给保安 保安便像个狗腿子一样让他们进去了 这让我更加疑惑了 这里是幼儿园怎么会有豪车和外国人 而且现在是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 也不可能是老师 为了查清张家到底背着我在做什么 我下血本取了五千现金 拿了两千塞给那个保安 很明显保安的态度一下就变了 眼睛都在放光 可当我想进去时 他还继续伸出手朝我要钱 他眼底的金光暴露的淋漓极致 真贪心 可我也没办法 只好把剩下的钱都塞给他 才放我进去 一进地下室这里和普通的地下停车场 没有任何区别 我以为我走错地方了 但突然我看到了那几个黑人的法拉利停在不远处 因为是招摇的红色很容易让人发现 还有冯雪的车也停在那里 看来我没有走错 想到这里刚走过去就发现车的对面有一道门 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 看到我他立马冲我招手 帅哥 过来呀 我刚走过去他就拿出了PUS 帅哥 买票4999元 听到他的话我一下愣住了 什么票 他看到我的反应好似知道了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 进去玩需要买票的 买了票可以在里面任意玩 听到这话我纵使在傻 也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地下会所事吧 张家来这种地方玩碰碰车 而且一张票差不多五千块了 想想有些肉疼 可我今天必须要查清楚张家在做什么 我气得牙齿咯咯作响 拿出了卡给他 刷完卡他便打开门让我进去 祝你玩得愉快 我刚进去 一股酒味混杂着女人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嘈杂的人声和音乐震耳欲聋 灯光很昏暗 看到眼前的一幕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里就像是个游乐园一样 有很多游乐设施 各国的人都汇集在这里 争先恐后的抢着玩那些设施 最中间有个高高的台子 上面好像是这里的主持人 他拿着话筒 有请我们的选手入场 大家现在可以开始下注 他的声音让我的视线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用木栏围起来的车场 外面都是座位 此刻已经有很多人入了座 车场里面都是碰碰车 和游乐园的碰碰车在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 但唯一的区别是 我清楚看到了有一些碰碰车座位上有一根凸起的棍子 和男人的那里没有任何区别 我看得脸一下涨红 真变态 所以张家就是在玩这种碰碰车吗 我死死捏紧了拳头 这时我看到几个穿着紧身超短裙的女人走进了车场 下一秒我脸色铁青 果然张家也在那里 但冯雪却没在 视线扫了一圈也没看到冯雪的身影 此刻张家的脸上荡漾着风情的笑容 娇好的身材被单薄的布料紧紧裹住 眼神有意无意地勾引现场的男性 看到这场面在场的男人都在大声咆哮 原来张家真的在玩这种碰碰车 我气得死死扣住掌心 我只感觉此刻浑身血液都凝固住了 可这里人太多 我只能暂时忍住内心的怒火 走过去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躲在人群里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 张家和几个女人坐上了带有棍子的那几辆碰碰车 刚坐下 他们的脸上就泛起潮红 闭着眼睛一副很难耐的样子 以一种不正常的坐姿蜷缩着 这时几个男人也入了场 他们的碰碰车便是普通没有棍子的 现场的气氛一下躁动了起来 劲爆的音乐也越放越大声 比赛开始 主持人一声令下 碰碰车开始启动 女人们开着碰碰车躲避着 几个男人大声地笑着 猛烈地撞击他们的车身 女人们被撞得花容失色 但也乐在其中 他们的声音让在场的男人都蠢蠢欲动 我看到张家被几个男人围追着撞 他脸上依旧是那富恶心的笑容 一副愈生愈死的模样 似乎很想受被这样对待 我们要开始加大比赛的难度了 主持人突然发话 拿出一个遥控器按下 顿时女人们整个人都被震得上下起伏 原来碰碰车上的棍子是电动的 简直颠覆我的三观 竟然存在这么恶心变态的地方 这种地方不被查吗 疑惑之时后面突然有人撞了撞我 我回头发现是开法拉利的那几个黑人 其中一个用着别角的中文对我说 兄弟需要服务吗 什么服务 我疑惑的看着他 几个黑人立马相视一笑 你看到场上开碰碰车的那几个男人了吗 那是雇主花钱雇上去撞对手的女人 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是哪个女人坚持到最后 谁就是获胜者 而获胜者和下注的人分别可以获得十万奖金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雇我们 我们会听你的安排撞你指定的女人 我们黑人的优势就是强壮有力 听到这里我立马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这样 张家就是靠这个赚钱吗 可虽让我工资一般 平时也能养活他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 此刻我又看到了张家那副表情 我气得快吐血 内心的抱负想法油然而生 多少钱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我们四个人你给十万就行 黑人露出一口白痴真诚地看着我